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比你优秀 你最好的管理方式是放手不管 如果你比的孩子更优秀 那你去管 或许会让他变得更好 可是他如果本身是比你更优秀 更好的 你拿什么去管呢 那你说不对呀 不管怎么能行呢 你要管管什么 管内在呀 修身呢 要有人 要有德 要有忠 要有义 要有信 要手里 要有学问 你教给他做人的准则呀 教给他正确的价值观呢 告诉他要有德行啊 做事情要有忠信啊 我们教他应该是这些内在的 而我们总是给他指挥方法 时代都不一样了 孩子的想法追求喜好都不同了 我们非要去给他一些方法和建议 我们内在的不给他做心理建设 不去教他做人该有的风骨准则价值观 教他什么呢 你应该干这个 你应该干那个 你看 这每天累的 那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我们缺失的 孩子们缺失的 所以论语说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你先修身为本了 先让我们自己增长智慧吧 挑战 吃 吃 텐 适合